第2798集 我救你出来 叶晨拔剑狠狠斩在了钢铁上 火星迸发 一阵巨大的反阵传来 却破不开牢笼 叶大哥 叶洛尔眼眸含着泪水 叶晨就在他的眼前 他却出不去 没事 等我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 叶晨目光坚定 煞剑上有神火烈焰炸起 剑气凶悍 再次斩向钢铁牢笼 牢笼的钢支上 顿时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斩痕 这座钢铁牢笼 虽然坚固无比 但以叶晨的实力 也足以斩破 不过这需要时间 两炷香时间应该够了 叶晨咬着牙 一渐渐地挥斩 剑锋与钢铁碰撞 发出密集的叮叮响声 叶大哥 叶洛尔看着叶晨满头大汗的模样 心里很是疼惜 没事 你再等等 叶晨意志刚毅 挥剑力道越来越大 钢铁牢笼不断震动 在两炷香时间内 必定要被斩破 现在叶晨最担心的 是外面发生意外 一旦有人打扰 那就麻烦了 此时 外面的世界 圣元天玄阵 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阵法的光芒 璀璨浩荡荡 弥漫折天 圣元之心也彻底融化 所有圣元能量 都灌注进入了 叶洛尔的身躯 叶洛尔发出了 撕心裂肺的叫声 只觉头痛欲裂 双手紧紧抱着脑袋 跪倒在地 他意识深处 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如果顺利 他可以恢复记忆 但万一出现差错 他神魂会彻底崩溃 彻底丧失一切 沦为行尸走肉 而叶晨的真身 如雕塑般站立着 双目紧闭 他的神魂 已经进入 叶洛尔意识深处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如果有敌人来袭 叶晨的真身 随时有毁灭的危险 严坤紧紧地握着决仙剑 守护在叶晨身边 而在这时 叶洛尔的身躯上 却是有恐怖的风暴 冲天而起 天地风云失色 一片惨淡的景象 显然在最后关头 叶洛尔的内心 挣扎得非常激烈 风暴原浮震荡 引发了天地异象 山顶之上 血龙和诸多长老 正在激战 凭着太古祖龙 剩余的力量 他足足斩杀了四个长老 那四个长老 都是妖刀龙王 封裂的同伴 他们知道了 黄泉图的秘密 所以血龙不惜代价 也要杀人灭口 不过血龙的力量 也到了极限了 太古祖龙的气息 不断地衰弱下去 面对剩下的长老 他已经无力抵挡 全天生龙斩 霸灭龙拳 龙行真煞波 一个个长老使出了绝技 无数道可怕的气息 狠狠碾压在血龙的身躯上 血龙的身躯布满了伤痕 鲜血淋漓 坚持住 血龙的目光却是坚毅 即便受伤 也没有后退半步 他需要为夜晨 拖延时间 而周围的长老们 看到血龙杀了四个长老 自是怒不可遏 只想斩杀血龙报仇 然而那风暴轰鸣的异象 所有长老都察觉了 怎么回事 不得禁 圣女大人出事了 该死 夜晨那小子想伤害圣女 快去护驾 保护圣女 一众长老们 看到圣元天玄镇的光芒 还有圣元之心的金光 以及夜洛尔那痛苦抱头 嚎哭的模样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他们原本以为 凭借夜洛尔的实力 足以斩杀夜晨 但现在看来 似乎意外发生了 夜洛尔正面临着惊天变故 斩杀夜晨 保护圣女 所有长老大呼 也不管血龙了 反身朝着夜晨冲去 想要将他斩杀 挽救夜洛尔 都给我站住 天伤星沉杀 血龙爪子杀出 顿时风沙茫茫 一片片星河尘埃 宛如沙尘天暴 铺天盖底 朝着众长老碾牙而去 这天伤星沉杀 原本是明阳龙尊的神通 也是三十三天鸿蒙古法之一 血龙在击败名阳龙尊后 也掠夺了他的神通 此刻施展出来 顿见星沙弥天 汹涌的沙豹宛如葬礼 想要葬灭所有长老 破 然而众长老并不想跟血龙纠缠 联手释放出一大片浩荡的龙光 形成一道光壁 直接挡住了天伤星沉杀的袭击 下一查 所有长老都奔离了山顶 杀气腾腾往夜沉那冲去 不好 血龙神色大变 他的修为境界虽然突飞猛进 但和众长老之间 还是有着巨大差距 他就算想拦住众人 也完全做不到 夜沉 敢伤害圣女给我死 众长老立声嚎啸 纷纷显化出龙形 漫天神龙如神魔降临 一道道凌厉的龙爪 穿云裂空 直击夜沉的脑袋 想要将他碎尸万段 一阵阵始原境的天威 混着龙威 滚滚镇压而下 颜坤当场吐出鲜血 硬生生地被震飞 就算他有坚定的意志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也保护不了夜沉 而夜沉的神魂 还在叶洛尔神石深处 那钢铁牢笼已经快展开了 该死 有人杀来了 而这时候 夜沉也察觉到外面的惊天变故 如果他再留在这里 恐怕真身就要被击杀 到时候 生死昏灭 他必死无疑 叶大哥 你快走吧 不用管我了 夜洛尔也感受到外面的可怕波动 如果夜沉因他而死 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夜沉目自尽烈 眼看就要被斩破牢笼 救出夜洛尔 难道要前功尽弃吗 谁敢伤他 我几思青不许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外面传了一道高冷的声音 只见一个雍容高雅 带着无尽战役的女子 从天而降 他头戴七霞玉簪 手持朱雀飞剑 浑身似乎有烈火燃烧 火光翻腾间 演化成朱雀的模样 绚丽而壮观 正是几思青 赤天朱雀剑 斩 几思青衣衫飘飘 凌空而降 手中长剑猛然斩落 如要破开星河 彰显出无比霸道的气势 几姑娘 一旁的颜坤 看到几思青来了顿时大喜 而众长老们 看到突然降临的几思青 脸色也是顿变 只感到几思青的气息非常强大 几思青这一剑 有朱雀鸿蒙的天威 众长老不敢应接 都纷纷退后 几思青一剑斩下 空间崩塌 法则破碎 无数剑气乱流四处扫荡 令人震撼 他降落在夜晨身边 紧握长剑 牢牢地守护着他 环视四周一眼 几思青的脸色 也是变得凝重 因为周围的长老们 全是史源静的高手 实力个个超凡绝俗 绝对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面对这么多高手 几思青也不敢怠慢 浑身精血燃烧 女武神的虚影 在身后隐约浮现 上古女武神 曲臣烟 众长老看到这虚影 皆是脸色大变 这小子到底是谁 值得你如此守护 曲臣烟 如果不想与祖龙神殿为敌 我劝你快滚开 女武神曲臣烟 乃上古时代的一尊强者 众长老也没有轻易动手 然而 几思青守在夜晨身边 却是一言不发 眼神冰冷 全神戒备 当手 宰了他 众长老见几思青不说话 摆明是要死保夜晨 绝不会后退半步 他们也不废话 所有人联手出击 直接结成天星五绝阵 无数天谴神法的鸿蒙法则力量 忽填盖地地朝着几思青镇压而去 朱雀飞霞 几思青 几思青精血爆发 女武神虚影神光璀璨 信念一动 玉簪飞出 漫头青丝如瀑布披散 下一场 七霞玉簪和朱雀飞剑融合 化作一根通体赤红 盈盈如玉的神簪 凌空一滑 滑出一道无比耀眼的光芒 诸多长老的联手攻势 顿时被神簪划破 但是这么多始源竞强者 他们联手的攻击 威势实在太过可怕 几思青燃烧精血 动用女武神虚影 破解了大部分的攻势 但还有一小部分的攻击 狠狠袭杀而至 几思青嘴角溢出了一丝阴红的鲜血 翘脸发白受到了巨大冲击 这些长老可都是 祖龙神殿里的强者 实力绝对强悍 就算是几思青 强行抵挡也要受伤 几姑娘 这时候 血龙也从山顶赶到 两人一左一右守护着夜尘 明完不灵 看来是要逼我们动杀手了 众长老相视一眼 目光皆是闪过杀计 现在这个局面 是不可能善了 想挽救叶洛尔 必须先斩杀几思青和血龙 众长老目光决绝 就想燃烧精血 使出致命一击 但就在这时 天上的风暴异象 震荡得越来越剧烈 刚刚还抱头痛哭的叶洛尔 现在已经停止了动作 原来杀技腾腾的眼眸 正在逐渐退去力气 叶洛尔意识深处 那座钢铁牢笼 终于被夜尘斩断 成功了 夜尘大喜 叶大哥 钢铁牢笼破开 夜洛尔也恢复了自由 满脸激动的泪水 从牢笼里奔跑而出 紧紧抱着夜尘的身躯 没事了 夜尘轻轻地抱着夜洛尔 抚摸着他的头发和后背 多亏了血龙和几思青的拼命拖延 他总算是成功解救了夜洛尔 两人的身躯化作了一道流光 彻底消失在了这方世界 想不到这小子 真的成功了 风玲珑就盘踞在天 远远地看着两人消失的身影 目光微眯 也是颇为诧异 外界 夜尘睁开眼眸 神魂彻底回归 死青 血龙 夜尘一睁眼 便看到几思青 和血龙守护在自己身边 心里顿时一阵感激 感谢观看 一分钟 小 小 陷她 各地 地 走 hing